嗨,各位觀眾朋友們晚安,我是阿泰,歡迎收看世界什麼態度 如果你呢,在關注,有在關注美中關係的話 你就會知道美國和中國現在的關係非常的緊張 特別是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以來 他有一個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個打手 專打中國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這個人就是蓬佩奧,但今天的主角不是他 而是他的狗狗叫Mercer,Mercer他的玩具是他的玩具才是主角 蓬佩奧最近在推特上PO了一張Mercer的照片 他說就是這張照片,就這張 他說,你們看Mercer以及他最喜歡的玩具們 玩具,玩具,小熊維尼是他的玩具 整個超諷刺中國的,超針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 但這到底是諷刺在哪呢,先帶你快來看 他說,推特普通通過,中國是沒有敵人的 中國人、中國人的戰略 在中央中处的事情 Winnie the Pooh 这张照片带到讨论 是否他正在向中国政府 或特别是中国总统的 中国总统的总统 中国总统的总统 现在有不断有人在放出各种风 而且对中国 进行无端的 近似疯狂的打压 围追堵截 对中国实施霸凌 但为什么人们总统 当时出现出现外面的 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特别是世界上 当时出现出现了 中国总统的总统 总统是出现的 总统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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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年 这次是世界上 了一年 总统的总统 是拍摄 在说 同时 在2015 那时 她在一旅行的車子 整個照片就像是 孩子的玩具車子 這些照片是在社交媒體上流行 但是中國政府沒有太好 任何關於Winnie De Po 包括電影、電影、電影、玩具 在中國被禁止 那是為了麥克風的拍照 帶來人們的想像 Tarantan ZTV,台北 好 我們今天請到的主角現身 小熊維尼來到現場了 到底像不像習近平呢 我們可以仔細看一下 這個小熊維尼的臉 這臉到底像不像習近平 我們可以看她眼睛 其實眼睛是非常的小 然後這個眉毛有點開 然後這個鼻子蠻大的 然後這個身材也是蠻臃腫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小熊維尼 其實真的我覺得蠻像習近平的 我們從照片可以比較 比較來看的話 我們這張已經看過了 這張看過了 這張也看過了 這張也看過 我們要看最近這一張 最近就是習近平跟這誰 這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她被比較誰 就是這個小熊維尼最長 在旁邊最長的那個小朋友 是誰 小豬 他們就說這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是小豬 這小熊維尼就是習近平 我們來看 到底像不像 身材是蠻像的 然後這個一樣 眼睛鼻子都蠻像的 但是這個習近平 是非常不喜歡這個小熊維尼 說她像小熊維尼 因為小熊維尼的身材 而且她是卡通 到底為什麼哪裡像 為什麼不能像呢 但沒關係 小熊維尼她長像這樣子 但也沒關係 因為小熊維尼 她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個卡通人物 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她到底哪裡有智慧 她非常的有人生哲學 如果你小時候看小熊維尼 看不懂沒關係 我們這一次就帶你一塊來看 小熊維尼到底講了哪些什麼 什麼句子 她說的這句 I am short fat and proud of that 這什麼意思 很簡單 我又矮又胖 但我為自己感到驕傲 proud 這非常的受用 因為這個習近平雖然說 他其實蠻高的 他其實有一百八十公分 但是他應該要以他自己為傲 因為他像這個小熊維尼 他都以自己為傲了 更何況是習近平 接下來還有這一句 這個Piglet小豬問這個小熊維尼的 他說Piglet說 How do you spell love? 愛這個字要怎麼拼的 這個小熊維尼非常的有智慧 他怎麼回他 他回他說 You don't spell it, you feel it 什麼意思 愛不是用拼的 是用感覺的 這非常的有智慧 如果你小時候真的不懂 你現在應該懂了吧 他說 所以我們再重新再看一次 I am short, fat and proud of that 我又矮又胖 但我為自己感到驕傲 非常受用 再來呢 愛這個字怎麼拼 How do you spell love? 然後小熊維尼就要回他說 You don't spell it, you feel it 愛不是用拼的 是要用感覺的 接下來我們再看 這個禮拜的單字有哪些 這個禮拜的單字 如果你說到這個小熊維尼的話 小熊維尼你會想到 除了習近平以外 你會想到honey 蜂蜜 honey 再來呢 小熊維尼旁邊那個人 那個小朋友 到底是誰 他叫小豬 就叫做piglet piglet這個單字很玄 它雖然是小豬的名字 但是小豬本身 你看到一隻小豬走在路上 你可以就叫他piglet 他就叫做piglet That is a piglet 那一隻是一隻小豬 再來呢 跳跳虎 也就是這個小熊維尼另外一個好朋友 他叫做 注意了 他叫做tiger 小心不要把它唸成tiger 叫做tiger 然後要注意一下 他是雙兩個g 一般我們講tiger的時候呢 就是老虎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g 然後這邊呢 如果他是tiger的話 如果他是跳跳虎的話 他就叫做唸tiger 是兩個g 再來呢 ear 如果你光看到這個詞 你一定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這也是這個小熊維尼的好朋友 是一隻驢子 藍色驢子 常常很憂鬱的那隻驢子 他叫ear 那這英文怎麼唸 e-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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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四個單字 我們再重新唸一次 honey 蜂蜜 再來是小豬 piglet 我們平常看到小豬也叫做piglet 再來呢是跳跳虎本身 叫tiger tiger 如果是老虎呢 叫做去掉g 他就叫tiger 再來是ear 是那個隻驢子 他叫ear 以上是這一週的這個四個單字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或想跟我交流的話 歡迎搜尋 這個在臉書搜尋三立記者阿泰 那也可以在上面跟我按讚啊 分享或者是私訊都可以 那以上是這一週的世界什麼態度 我們下週見